艺术家谢益昌在淡水互为艺文休闲园区二楼会故事馆 以三神至海落水为主题 举办个人近期创作展览 也是在2021年经过疫情后再次回到淡水来展出 这次主题包括了护国神山 智慧如海 上善落水 展出作品中保有过去风格 抽象间依然清楚传递其中情感 命名为神山 智海 落水 神山就是护国神山 淤山 智海就是智慧如海 所以我画一些动物 画一些海 那落水就是上善落水 然后分作四个序列 一个是大山序列 一个是小水序列 一个是动物序列 一个是木雕龙年的序列 曾经担任华美建设总经理以及台北房屋副总经理的 获得喜爱 令许多人愿意收藏 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降杰集团 他要做一个活动 为淡水河做一件事 就是他要富裕米粉疗心 要富裕米粉疗心 他花了很多的心血 花了很多的精神 花了很多的财力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特别为他做了一件作品 传达一个我们对大自然 要有谦卑跟尊敬 我们对大山大海要有他的胸怀 谢一昌分享了把自己设定为设计艺术家 而每个作品都可以大方挂在墙面上 不用担心看不懂 而是当观画者奔驰于大山大水天地与人的美感当中 而谢一昌表示真善美是艺术的本质 而真就是把心里的真实话用画笔呈现出来 而善则是表示画作的正面意涵 而美则是用时尚的颜色作画 这一次展览更是谢一昌对于大自然山水的谦卑和尊敬 是艺术家对天地人万物的更大胸怀 记得许多音淡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